走啦 這堆小子 這麼多人 神經病 哪有路適合走啊 神經病 哪有鬼道啊 噢 騙了一個後面的人 這麼多人 好 踩進去 地雷洞 低能的 神經病 好 走啊 走一波 嘩 不要死啊 撐住啊 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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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了 撐住 穿著護盾 一直跑著就不怕那些子彈 彈上去 彈上去 啊 再來 要去哪裏才知道 終點在哪裏 大佬 咦 哪有錯 哪有制禁 這要有制禁 走下去啊 什麼安全室 什麼白癡 好 滑下來 好快 好快 馬上被人咬 嘩 嘩 怎麼鬼不跳啊 就這樣 滑下去 如果發現一兩車一樣大的老鼠 你一定玩錯遊戲 這是什麼意思 你看到一部車這麼大的老鼠 你玩錯遊戲 我在這遊戲看到 就馬上要關機 有什麼意思 那我應該是玩的 很奇怪 在這 好 來吧 來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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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吧 剛剛也是去到這 我記得 收檔吧 原來是走這裏 神經病 怎麼有人射到瘋 猛猛猛猛猛 猛猛猛猛 嘩 嘩 嘩 馬上看到大馬打馬仔 瘋根啊 嘩 瘋啊 救命啊 瘋馬筋 嘩 好 應該在這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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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還沒時間四腳爬 嘩 嘩 這個視訊還沒時間 嘩 剛剛有見面 他完全沒有反應 嘩 嘩 被人射到瘋 最瘋 上集這些就是最好玩 一路要自己找路 你不要停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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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裏才對 嘩 嘩 嘩 應該是這扇門吧 衝啊 還有沒有人在追上你 你一日未去到安全地方 都有目嘴 保持著 嘩 嘩 嘩 好似乎 安全 越來越走到室內 正常 不可能 還有人追到 嘩 完成解密了 所以裏面有什麼東西 整個鏡子反射設計道 所有東西都在裏面 很複雜 絕對不是升級版的控制手環 你可不可以打給龍 好 沒問題 索膠怪 看到 你真好 索膠怪 解開了黑衣服 裡面是整個鏡子反射的系統 噢 回來修悅 我們想想怎樣處理 現在呢 那些安全性的開槍 一定要低要橫行動 不過連幫手 嘩 那黑點會留下來 我想研究 那暫時放在這裡 那再見 Faith 一會見 差不多了 我們時間都 輕輕鬆鬆 玩超級 都沒有什麼熟習 系統 已經可以輕鬆過關 超級 哇 臨場作戰能力超高 我最擅長打天才波 最好 這遊戲最好之外 是沒什麼被人溫暖 一定是到時才 怎麼走 你自己立場想 這些是考高手 臨戰技巧 很強的人 才可以玩這些遊戲 嘩 這個玻璃嚇死了 以為打到街上 一下子彈過來 會死嚇得我 神經病 神經病 嚇得我 有時我都說 我都分不清哪些是玻璃 哪些是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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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顏色會變成紫紫 真的 我怕的 用來一般 在哪裡 我不會有個狠子 沖 我不會有個紅線 在這帶路 我就不需要 純粹靠自己 聆誤就是高手 即場想 第一次玩不到就鬥多幾圈 立刻一邊打就不會死 我可以一邊擺脫對手一邊玩 超級的 這些是高手警戒 真正的逃跑專家 走老王 跟邊朝文我們差不多了 什麼卡道叔 神經病 看照片我們明天再看 明天我們再揹 我看上集跑場明明沒有線 這個也沒有 中途有一幕是有線 可能比較難看 大部分都不會有 只有紅色點 和邊文我們差不多了 今天呢 就是一位叫做 Man Johnny的人寫的朝文 就叫做古代發達大雞 回到古代應該是怎樣才發達呢 先不要想你回到古代會做什麼 我說不定呢 一回到去已經朝野殺身之和了 現代的病毒 在古代未出現過 即是說當時的人 從未面對過這些病毒 身上無法對付這些病毒的抗體 所以一回到去就算是 一些對我們來說 完全沒有威脅性的病毒 當傳染給古代人 他們一定會死亡 還有當時未有醫治的方法 所以一定會引發大規模的瘟疫 而你所走過的地方都會發生瘟疫 而當時迷信思想的村民 一定會當你瘟神 所以你很有機會被他們燒死 OK 假設你幸運 你身上的病毒沒有傳染給古代人 你可以開始想想怎樣發達 除了歷史和科學知識 你身上最有用的東西一定是手機 才不說它有什麼功能 只是快反光屏幕價值 已經夠你用了一輩子 要知道古代人用的是銅鏡 反光效果不好 現代製鏡的技術 先進過古代這麼多 你的手機如果不是爆屏幕 一定會很值錢 現在古代人欠了一塊和時碑 都要打仗 我想你不知道這塊鏡有多重要 如果你有辦法 把手機進貢給皇帝 官都可以做 不過把它賣或送出去 都不是一個理想的方法 一件那麼值錢的東西 戴在一個無財無勢無地位的身上 肯定恐多吉小 如果你不小心送手機給人看 隨時有殺身之王 正所謂匹夫無罪 懷逼其罪 現代人手無搏雞之力 隨時被人動裁衫 搶那部機再殺你 所以 進攻之前 手機一定不開勞 這就是困難之處 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 能手機自用 和手機有這麼多功能 送給人浪費 如果這部手機還有電掣 電證 隨時開燈都會嚇死人 開完音樂 你一定以為自己撞鬼 不過是假裝鬼嚇人 很難發到彈 那你要怎麼做呢 首先去一座大城市 跟店小耳打聽 當你最有才有勢的人 跟在他們後面 跟他們拍照給他們看 他見到自己出現在這部機 一定會嚇死 你就可以借機跟他們說 已經閃了他們的魂 要他們幫你賣命 如是者重複幾次 再叫人把你的事蹟傳出去 很快你就可以成立一個宗教 或者自己的神 以當時這麼迷信的思想 這個宗教一定散步得很快 你再叫你的信徒供養你 那你下半世都可以衣食無憂 還有這麼多迷信信徒 做你的年輕人安全保障 然後做什麼 等 等到你的信徒已經分佈了整個中原 你就可以說自己是上天派來的使者 落屋打 統佛當時的皇帝 守成兵 聽到你是上天派來的人 多數未打已經投降 還會加入你軍隊 等這個潮流繼續加劍 打了幾年 人家的首都被你攻陷了 而你就很順利成長 做了皇帝 再加上你的宗教 還在這裡 到你死了 那些人會繼續拜你 至於做了皇帝 皇帝 日日食女 還是征服世界 你想你了 以上呢 純粹是亂說的 我認為其實他一開始 不知道什麼 不是帶了什麼瘟疫 帶了幾包感冒藥 他可能也夠做 不過古代的病 好像更厲害 有些人說什麼 愛子病 有什麼 星星進化 月古時代 已經有 有些人敢說過 他洗澡 你看 好 好 好白癡 好像以前也是這樣 沒得看到最後 踏下去 我很討厭這遊戲 不是這樣 沒得見到屍 現在差不多了 我們明天再見 就這樣 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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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